哈喽大家好欢迎回到阿里加密货币 咱们今天主要来聊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点咱们结合当下的情况来聊一下比特币走势 以及上上一期视频讲到了中国有可能解封比特币 那到底会不会 因为我在留言区看到了很多人质疑这个事情 咱们也在顺带的再说一下 那第二个问题咱们来聊一下这个work on世界币 那work on世界币是我在频道里面多次向大家推荐过的一个项目 那目前呢work on有一个这个发的一个情绪在里面 因为项目方被公布出来呢 被披露出来是有很多的天亮的解锁的代币 那对未来的这个走势有一定的影响 咱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影响到底有多大 那么我的策略是什么呀 到底是抛售呢还是继续持有呢 那我会在节目里面告诉你我的答案 第三个方面的内容呢 跟大家推荐一个新的AI的迷音的一个狗啊 就是它结合了三个方面的因素啊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ok好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作为一个免责声明 那本期视频的纯属个人观点分享 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那如果说你对加密货币不是特别了解的话 请一定不要轻易的投资 因为加密货币的风险呢是非常非常的大 你有可能失掉所有的本金 那如果说你想快速入门加密货币啊 并且开始从里面挣钱的话 再多说一句啊 那么咱们最近呢带个会员朋友呢 在一级市场刨了几个这个图狗啊 然后呢收益还是蛮好的 那如果说你想这个快速赚钱的话呢 通过视频下方的利哥助手的微信呢 来加会员 ok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这个节目啊 那大家都看到这个屏幕上面的是 比特币的日线图 那目前比特币的是61950 那我们看到这个比特币其实这个走势呢 慢慢的出来了一个形态了 那咱们之前说这个比特币呢 是在一个上方的一个矩形的这个箱体里面啊 其实目前来看呢 这个根本就不往这个箱体的上沿去走 如果说这个再看更详细一点的话 那他慢慢的走出来一个什么样 一个收敛三角的一个形态就出来了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这一根是MA120的均线 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支撑 那咱们把这个这两根线 如果说去掉的话啊 去掉的话 把这个图继续放大一点 跟大家看 那这根蓝色的线呢 是MA20 那比特币目前最近这一段时间呢 都是围绕着MA20在上下的震荡 那什么时候会出一个方向呢 那我觉得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呢 就会啊 那咱们通过什么来判断呢 那通过这个飞不耐气回撤 那ok好 那我们把这个飞不耐气回撤 来来做一下的话 那我们会更加清晰的看到 那目前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呢 是在0.786 也就是63508的这个点位下方 那什么时候真正的突破站稳了 63508这个点位 才能说这一轮的这个调整呢 真正的结束了 然后才会继续往上上勾前面的这个高点 那这是目前比特币走势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继续来回答一下这个网友的问题啊 很多朋友说中国不可能解封比特币的 解封了比特币呢 就意味着这个很多资金的外流 那我们反过来想啊 如果说他不解封的话 那该走的资金呢 是不是也通过比特币走了 那政府是没有办法去阻挠比特币的这个交易的 对吧 那任何人你都可以去开一个 用大陆的身份证都可以开欧益的账户 可以开BN的账户 可以开各种各样的交易所的账户 然后呢 你也可以入金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其实目前来看 他比特币呢 他已经是一种半解封的一个状态了 只是说政府没有表态 那我认为呢 前面坊间的传言这种谣言呢 有可能是真的 那因为我们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了 那很多的谣言最后被证明了 他都是真的 那有可能到最后的时候 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很不起眼的一个文件 然后在一个非常非常 不引人注意的一个条文里面 然后标出来 我们默认了比特币的一个解封 那这个时候呢 才会有这个真正的大资金的进来 其实啊 这个解不解封对比特币 目前这个场内资金的影响 不是特别大 只是说政府默认了公认了之后 这个更多的资金会涌进来 然后呢 会提振整个市场的信心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这个整个市场信心一旦被提振起来之后 会有更多的资金加进来 所以说这个效果是远远大于它的实际的意义 对吧 那我们讲很多事情呢 都是朝一个预期 那等它真正解封的时候 那比特币可能就差不多是本轮牛市的一个 差不多一个尾声了 我不敢说百分之一百是尾声啊 那其实还有一点需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很多时候呢 这个历史啊 它不是说线性的发展 不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一条直线走啊 或者是一根抛物线怎么样 它是跳跃式的发展 我记得我多次跟大家分享过 那这也是一个这个 我特别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塔勒布 他写的这个 他在反翠若和这个灰天鹅 这两本书里面都提到过 历史是跳跃性的发展 那我们其实也反看这个 往回反看历史的话 你也会发现 那工业革命 第一次工业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 它都是这个东西呢 它是突然之间就有了 突然之间就从零到一 然后就突然就出现了 那包括这个计算机的革命 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区块链的革命 它都是突然之间就出现了 它不是说 我们看到的一样 它是发展了好长好长时间 然后再告诉你 我这个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了 它并不是这样子 它是突然出现之后 然后有一个非常跳跃的一个发展 那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历史的发展的一个节奏啊 目前很多朋友也会在问 那情绪方面 那比特币什么时候会见底啊 那目前这个我们刚才也分析了技术方面 那如果说突破了63508点的 这个点位 那说明它是个调整到位结束 但是情绪方面呢 那目前呢 我觉得呢 这个情绪方面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呢 感到绝望 感到这一轮牛市根本就赚不到钱 然后呢 就是纷纷的表示 就割肉要离场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才是真正的情绪的低点 那其实我今天呢 看到不止一个KOL 在说这个本轮牛市呢 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最后一次牛市了 可能是我们这个能看到的最后一次牛市了 其实这种观点呢 在上一次牛市的时候也有很多人在讲 对吧 那这是这个很多KOL 也是坚持不住了 也是觉得 呃 这个行情太折磨人了 就是根本就赚不到钱 怎么怎么样吧 那其实这都是一个见底的一个信号 那我不敢说现在就是百分百一定是底了 但是呢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扛得住这个打击 扛得住这种折磨 那最后呢 你才可能取得这个投资方面的一个胜利啊 那我们也可以去学习一下 最近复出重出江湖的这个Roon Kitty啊 叫咆哮的小猫 我们昨天在LIG区块链日报上分享了 这个给大家 那我在推特上面也写了 也分享了很多的帖子 来介绍这个哥们啊 那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那这哥们呢 是这个买入之后 那是坚持了两年 然后从五万做到了 大概差不多到五千万的一个金额啊 那我们在讲这个比特币结束之前呢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比特币ETF现货基金啊 那目前贝莱德呢 还没有更新他的这个数据啊 那我们看到除了贝莱德之外呢 呃 灰度基金卖出了五千多万 然后总的目前的这个净流入是 一一个亿啊 那我们才其实还有一个一个网站呢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比特币在过去24小时净流出了1.5亿美元 1.5亿美元 那这个其实我们这样做一个加减的话 就是能看得出来 如果说比特币现货ETF基金不买的话 整个的这个比特币的这个资金是外流了2.5亿美元 那说明了什么呢 什么内容呢 说明了该卖的呢 该抛的 该割肉的都已经走了 该都已经离场了 那我们如果说再坚持几天的话 我觉得差不多了啊 那可能就是也就是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之内吧 这个事情呢 就会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方向 明确的方向就出来了 好 那以上呢 就是关于比特币的一个情况啊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下这个WorkCon 那这个WorkCon 咱们昨天在这个区块链日报上 也是跟大家分享了 那我把这个屏幕继续往这边拉一拉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是Devallama上面 关于WorkCon 它解压的一个曲线图啊 那我们看到是从2024年的7月23号开始 那一点一点的解锁啊 那我们其实看啊 其实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啊 那其实它并不是每天有那么多的抛压 那我们可以看到它每天解锁的这个里面呢 它有这个community的有占很大的一个比例 那community就是说你扫红膜呢 才会给你这个释放这种代币 那这个invest就是投资者啊 前面的投资者的可能会有抛压 但是呢 这个他们开发团队呢 我觉得这个因为它解锁的也不多 那抛压也无所谓 那我们如果说啊 假设到2025年的这个年中的时候 2025年的差不多 呃六七月份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整个WorkCon的差不多 有21亿枚的这个市场 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个代币 那如果说啊 那个时候到牛市的最顶 那如果说WorkCon涨到了100美元一枚 那整个WorkCon的市值呢 是2000亿 那这个算数应该能算得出来啊 我觉得我已经跟大家讲清楚了 那WorkCon呢 那目前的它的解锁呢 就是有分了四个部分的 这个四个部分里面 最大的一个部分呢 它并不是说马上就抛售的 它是慢慢的分给这个参与红膜 扫描的散户们 那然后呢 投资者啊 和这个投资者这个开发储备这个委员会啊 他们可能会抛售一部分 但是我觉得呢 该拉盘的时候呢 他们还是要拉盘的 而不是说一味的去抛售这个代币 让这个币呢 价格的稳在四块 甚至五块的这个位置不动的话 那么他们对他们来说 抛售也没有什么利润可言 对吧 那其实我还是想再跟大家再重申一下 我个人的观点呢 我认为呢 在整个加密货币市场里面呢 很少能碰到非常非常优质的项目 那如果说你碰到了的话 那你去看他的这个创始人 投资这个团队的话 那其实我们看好的呢 还是这个团队背后的这个人 那因为这个WorldCon 他的创始人之一呢 就是Sam Altman 那我们都知道 昨天Sam Altman他创立的OpenAI 他更新了ChatGPT 4O这个版本 那其实 昨天这个WorldCon暴跌 一方面呢 是因为披露了这个消息 另一方面呢 就是因为这个ChatGPT的4O呢 并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感官 除了我们这个用起来 使用起来比较丝滑之外 它并没有特别技术性的一个飞跃 对吧 那所以说预期啊 没有那么好 B呢 才跟着下跌 这是两个因素 导致了它暴跌 我刚刚讲到了 这个投资呢 其实就是投人 那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 那当时特斯拉出来的时候 整个市场呢 也是不看好这个项目 那甚至华尔街开始 大批量大面积的一起去 集体做空特斯拉 那最后的结果 大家都看到了 做空特斯拉的很多的 这种对冲的基金呢 他们都倒闭了 那然后呢 特斯拉是拉了好多好多的倍 我刚才Google了一下 特斯拉在历史上 有没有这种类似于解锁 有没有这种增发股票呢 有 那我看了一下 最多的一次 是一天增发了价值 50亿美元的股票 那这个呢 是比Walkon 这个每天是解锁 这个几千万美元的代币 恐怖的多的多 但是呢 特斯拉并没有造成 这种大面积的暴跌 那我觉得这个OpenAI 会支撑着这个Walkon 那我再强调一下 其实我昨天说到了 这个Walkon跟OpenAI 他们两个没有 特别特别直接的关系 那你去看他的白皮书也好 去看这个Sumutman 他之前的这种谈话也好 它是他们两者之间 是没有这个直接的关系 那如果说有关系的话 就是说他们共享一个 这个创始人 所以说这个Walkon 更像一个什么呢 更像一个AI行业的 一个Mintcoin 所以说这个Walkon 它的更像一个概念 而不是它自己本身 并没有AI的这种技术在里面 那我昨天还专门翻看了一下 我之前做的视频 这个专门讲Walkon的时候 那我多次跟大家讲 他们两个是分得很清楚的 并不是有真正的AI技术 在Walkon里面 大家一定一定要 理清楚这一点 那最后说一下我的投资策略 那我昨天在会员群也讲到了 那如果说大家对这个项目 没有信心的话 那等它在7月份之前 它一定会有一次拉盘 那拉盘的时候 你可以去走掉了 但是呢 我个人一定会拿满一个周期 也就是说在2025年的 6、7月份的时候 我才会决定要不要走 或者是会不会再拿到 再下一个周期 那这是我的一个投资战略 那我做这些加密货币呢 那包括拿比特币 以太坊 包括这个之前的这个狗狗币 我都是拿的时间很长 然后呢 不到这种我的预期的时候 我是不会放出来的 好 那这个如果说你自己啊 没有把握的话 特别担心的话 那你可以去减仓 那你可以去放弃它 再去投别的项目 对吧 那都是个人的一个选择 而不是说 没有人去强迫你去怎么怎么样 大家都是成年人了 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呢 一定要有自己的这个research 都要all in research 不要说别人听 听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 对吧 好 那么我们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三部分 跟大家推荐一个这个香肠狗啊 它叫这个叫Warner AI 那它这里面呢 是一个这个狗呢 是一部分是狗 一部分是香肠 然后呢 还有一部分是人工智能 那搞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我们其实来看一下 它的这个白皮书啊 它说这个是有史以来 第一只被创造出来的 蜡肠啊 蜡肠狗 人工智能 也是宇宙中最强大的网络生命体 那这只短 小短腿啊 渴望成为图表上的顶级狗 那首先呢 它将不得不撞到自己的这个盟友的军团 为了做的这一点 这个叫Warner啊 Warner在预售期间 每天提供巨额的质押的回报 它的粉丝们 如雨后春笋般增长 它的香肠军队呢 即将出征 你会加入他们的征途吗 那大家呢 可以去看这个网站 我等一下把这个购买的这个链接呢 放在我视频的下方 好 那我们接着来看一下 它这个 它的这个起源的故事啊 那这个是在新的硅谷 那2032 2132年啊 那100年后 那一个是被称为建筑师的疯狂科学家 在深夜努力工作 它的杰出 杰作呢 是一种高度先进的仿生权类人工智能 仿生权类啊 人工智能 那在先进计算机的乌乌生中 建筑师呢 即将摧毁人工智能和狗制精的界限 他的创作呢 将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工智能 这个是不是穿越回来发的币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代币经济学啊 那百分之 一共是多少呢 我看一下 这是690亿啊 690亿 690亿的代币 然后是30%用来预售 20%用来质押 20%是社区回报 10%是这个放这个交易所的流通性 然后20%用于市场营销 好 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 它的一些must plan 也就是之前的这种叫什么 road map 就是个路线图啊 那第一就是香肠大军启动 然后合同审计啊 那提到这个审计啊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项目呢 是做了一个合规的一个审计的 大家可以看到 那目前这个审计上面啊 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OK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它这个步骤呢 是全球营销 然后呢 第二步是 KOL冲击以太坊的网络接管 然后上上这个代币上市 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 那目前这个怎么去购买呢 你打开这个屏幕下方啊 这个购买的链接呢 链接你的钱包呢 就可以就可以去买了 你可以用以太坊 USDT 那不建议用银行卡 建议用大家用这个ETH 或者是USDT来购买 或者是还有这个 有这个BNB啊 那目前这个下次上涨的 这个时间呢 是2005秒 005小时18分 这个15秒 然后呢 我们刚刚也讲到了啊 这个它现在呢 是这个呃 为什么要买它呢 是因为你现在买了它之后 可以自动质押 然后拿取一个高额的一个收益 然后等到啊 它上这个各种各样的交易所的时候呢 那你的代币的数量呢 就会增增加 然后呢 这个价格呢 还会上涨 所以说 这也是我推荐它的一个理由啊 那大家呢 呃 在购买之前呢 建议大家去看一下这些什么质押呀 白皮书呀 都去点一点啊 都去看一看 那研究清楚了之后呢 你再去选择 呃 再去决定 要不要你去购买这个项目啊 ok好 那以上呢 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